意義的話大家可以少講 不說話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巴 就是這句話讓國民黨議員 秦慧珠火大反擊了 有人說你不說話 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巴 這句話收回同時 要跟所有伸仗者道歉 要連勝文向伸仗者道歉 勤連兩人之所以槓上 因為秦慧珠日前在廣播節目提到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是目前黨內仇恨值最高的人 但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這番嗆瞎 卻被質疑 人身攻擊 秦慧珠怒火燒向連勝文 只是連勝文不惜開私黨內議員 也要為郭台銘讚瞎 還曾說郭的形象比國民黨好 看似已經選邊站 不挺侯友誼原因 難道是因為 我們大家都先看向政權 今年二月連戰新書發表會 藍營大咖雲集 唯獨少了侯友誼 讓外界好奇 就是因為當年319槍擊案 時任刑事局長的侯友誼遭質疑有背書 才跟連家埋下心結 從319槍擊案到四大公投 連勝文一句不說話沒人當你啞巴 讓連侯恩怨再度浮上台面 三類新聞 許先任君臺報導 地下心結束 地下心結束 地下心結束